四百的條件 我想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另外就是設施用具 現在是要從兩百億的容積增加到百分之四 那不知道台北市總統有沒有這個潛力 或者其他的設施用具的容積目前是多少 台北市總統先應該有個通盤性的了解和檢討 不要變成說這個變成是一個 一個開了這個例以後 那其他陸續的案子可能會產生很多的爭議 那我是建議說台北市總統可能要通財性的考量 社務設施用具的容積率 要在通財性的檢討再來提這個案子 那另外剛才有提到這個斷層的問題 不過好像市政府這邊並沒有提出說明 如果這個地方真的是有斷層經過的話 那是不是就像剛才市政府的承辦人員講的 因為他沒有活動的跡象所以沒有關係 我想這個東西不是這麼單純 所以可能應該小心一點 那我現在已經是接著了 請回報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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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